欢迎收听联合开Pod 我是郭重伦 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是 辅仁大学的何时正教授 何时正教授 他从政大东亚所拿了博士学位以后 就一直从事日本方面的研究 这是台湾方面的日本研究的专家 我在过去 常常就日本 还有日本跟台湾的相关问题请教他 我也跟何教授 以前在大陆的时候 我特别印象深刻的 就是何教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即使在大陆 仍然会强调宗教自由 这个事情是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坚持的 欢迎何教授到郭重伦会客室 谢谢重伦兄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重伦对我在东亚所毕业之后 长期做日本研究 事实上我进东亚所之前我是日语系 所以其实我是现在叫台中科技大学 之前他的前身是国立台中商专 在民国69年的时候 台中商专就率全国之先 成立一个应用外语 事实上那个时候的应用外语 事实上就是日语 因为在民国69年的时候 台湾事实上对所谓的日语系 这还是有一些 有一点忌讳 所以很多学校的日语系不叫日语系 包括我现在自己 我后来我这个台中商专毕业之后 我就转学到这个福人大学的日文系 日文系事实上在以前叫做东语系 那很多学校也叫东语系 不叫日语系 那包括文化大学 都是叫做这个东语系 那我事实上我等于是从这个 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学日语 所以我等于是从小就学日语 那一路我日语系毕业之后 那时候我也有想这个 跟所有日语系毕业的人一样 去研究文学语学 那不过我事实上我个人 是对法证比较有兴趣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这个大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尝试 那也在国内所有的研究所里面 挑一个可能跟日本比较有关的 这个研究所 就是政大东亚所 那不过这个政大东亚所 当然进去之后 我们都知道政大东亚所是 在当时是国内的这个 他们还叫匪情研究 对不对 那换言之就是做中国大陆研究的 一个学术重镇 国关中心底下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个 我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日语学习的一个背景 跟这个东亚所的这样一个学科 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 中日关系的一个研究 那这当然就可以把这个日本跟中国大陆 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我大概就从那时候开始 从硕士班 我始终没有辩解 我在我的学术的这个方向上面 我大概就是做日本的外交政策 特别focus在这个战后 日本跟中国的关系 当然要研究这个问题 也一定要把这个战后去指导 日本的这个外交很重要的 就是美日关系 美日同盟 这个把它把它关联在一起 所以我大概就 从这研究 大概差不多30年了吧 这个所以 这不见得是 是有什么成就 不过就是说 我很这个死心塌地的 这个去做这样的一个 这个问题的思考 那个时候 当然我们知道 大名鼎鼎的曾永贤先生 也是在 是我老师 因为曾先生其实 当然他的日文好 是绝对没有话讲 他在日本念书 然后他也是对于整个外交 两岸关系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那你那个时候 跟曾永贤老师念书 其实也应该受到他的影响蛮大的 对 我们在东西所念书的时候 我们都还上曾老师的课 那时候曾老师除了在政大之外 在台大政治系 那他有这个开课 所以曾老师的课 几乎所有东亚所的 这些孩子都会上 那曾老师 这个对我这个在研究上面 或者是说在整个这个跟大陆 或者是在跟日本的交流上面 都给我很多的这个指导 那时候事实上曾老师 这个他在政府里面 他也这样主张 他认为就是说 这个做日本研究 在台湾做日本研究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就是要懂大陆 因为事实上在台日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 事实上日本最最关心的 大概是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 而且那时候在冷战时期 事实上日本 他们有时候要理解中国 要理解这个中国共产党 对不对 这个他们在这个共党研究 事实上很多都要到我们 这个台湾来取经 那换言之就是说这个在台日的交流里面 经常成为话题的 或者说日本人会感到这个他们 他们有兴趣的这样的一个课题 大概就是这个中国大陆问题跟两岸的这个问题 所以曾老师那时候就这个一路这个从学校 然后我毕业之后 事实上我们都还跟着曾老师 曾老师那时候 我记得我博士班刚毕业的时候 他是在总统府里面担任 那时候有邮寄职的这个资政 老师在总统府有个办公室 那他这个 他那个时候是天天要上班 而且在府里面这个他有重要的工作 那从李前总统在96年的民选之后 一直到陈水扁总统的第一任期 那八年 那事实上这个曾老师这个在 在这个台日关系里面 甚至在两岸关系里面 他的这个角色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过程里 我也有幸了 这个老师有时候这个也会带着我跑 那所以也从从这个 就是说在老师旁边 就是这个等于是我们去用眼睛学 看老师怎么样这个去去 去跟日本人拔练 这个然后这个他 他怎么样去研究日本的课题 那怎么样去这个 做这个中国大陆或两岸关系的这个分析 所以我觉得曾老师事实上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导师 那他事实上到老师过世的那一年 我们都还有时候会跟老师聚会 那老师事实上他过世之前 他还他眼睛虽然不好 那不能讲这个是耳聪目明 那不过就是说老师的头脑 还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那时候老师很多时候 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他日语还很好 有时候我们在他新店的家 跟老师谈话的时候 老师他还是会直接的用日语 这个跟我们谈 有时候日本的学者来也会约我 然后就说我们到这个曾老师 他那时候住在天阔嘛 然后我们就到天阔 去找老师这个谈日本文 然后我认为老师完全 完全临时差 换言之你看这老师 他将近一百岁的 对不对 他走的时候将近一百岁 那可是在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眼睛还这个并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之下 他靠他的耳朵 他跟我讲他天天就是会听日本的新闻 那所以这个那时候我这个听老师在跟日本的这些学者谈论这个两岸 我认为这个老师还是与时俱进了 所以所以这个是这个其实我那时候也跟老师讲 我说老师这个你身体如果还行的话 事实上还是可以出来这个这个在指导这些后辈 不过后来这老师这个当然这个他很客气 他就说这个这个他都九十几岁了 他认为这个台湾的日本研究应该要有这个世代的这个传承 所以我也这个秉持老师的这个想法 那所以这个我在这个日本研究的这个过程里面 那我自己这个也这个在正在福人大学 我那弄了一个日本纪东亚研究中心 所以我也把日本跟东亚跟中国把它串在一起 而且在我的研究中心里面我也很重视就是这个新人的这个培养 就是我们真的要把年轻人这个带出来 而且在这个日本研究里面 当然英文英文是一个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很多会议的working language 不过有时候我们如果说要做这样的一个跟跟日本建立一个比较紧密的 就甚至一个比较方方可以有比较这种这种这种 solid 比较硬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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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话 事实上还是用日语是最方便的 那甚至于有些的资料 他也没有英文的还是日语的 所以我觉得日语在整个这个做这个东亚研究 或者做日本研究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 这等于是一个工具 那所以我也鼓励这个就是说会这项工具的人 这个走出这种这个就是传统日语系 就是说可能比较会选择做文学文化 对不对 这个或是做这个日本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那甚至就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不是说这样的工作不重要 不过我觉得说日语系应该要多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学 一种跟学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linkage 那换言之就是要让日语系的学生有更多的可能 那个我想我们的听众一定对于何老师刚刚的说法 还有何老师自己的经验 这个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启发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到这个日中台关系 不过现在我们先先讲一下日本现在目前的证据 就是在短短的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看到三个首相 从安倍下台到菅义伟 现在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又上来了 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当然很多人也谈到这个岸田选出来的整个经过 但是我们想现在的情况现在岸田内阁 现在有13个新人 还有有四个都是只有当过三届国会议员就入阁很年轻 有些人讲说这是世代交替 但是从另外一角度来看这些重要的位置 官房长官 财务大臣 防卫大臣 金银产大臣都还是旧的 尤其是从安倍的派系 马阿森的派系出来 又有比较传统的味道在 你觉得这一次岸田的内阁所反映出来的 是他自己想要有自己的影子在这里面 还是说他基本上像人家讲还是安倍推出来的亏类 你怎么看 就是说事实上岸田文雄 如果说我们从他在自民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派法来看的话 他是跟安倍是不同挂的 那就说事实上自民党我们看到党民 这是自由民主党 他是两个党 在1955年当然在背后有美国非常深的着痕 就是说他把这两个保守派的政党 把他等于是凑合在一起 当然凑合在一起 看起来是统一的 可是事实上这个党 他始终存在着两个这样的一个脉络 一个就是从战后我们都知道集天茂 他是比较倾向于所谓的这种官僚主义 当然他自己也是出身官僚 所以他当时在战后也配合美国 所以把很多的官僚 让他投入战后的日本政治 当然就是战后的日本新宪法 有国会的选举 这些很多的官僚主义者就透过选举进入政界 成为集天茂的这样的一个 他们把称之为叫做保守本流 可是在当时自民党里面 我们在1955年他成立之初 那时候的党魁是揪三一郎 揪三一郎我们都知道 他原本是战后的保守派的 选出来的领导人 可是那时候美国因为要改造日本 要让日本去军国主义 所以像揪三一郎这种人 他包括还有暗信界 就是安倍的外公 他们战前是那种大日本主义者 而且比较支持耐场战争的那些政治家 基本上被公职追放 可是在冷战之后 美国把对日的政策做一个改变 所以那些被公职追放的人 又重新回到日本的政界 那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那个揪三一郎 就组成了一个这个叫做民主党 那这民主党事实上在自民党里面 这个他被归类在这所谓的这个保守旁流 那换言之这个主流还是 就是说是美国当时在冷战的情势之下 比较比较认为日本应该走的路 就是重经济清军事 因为他是和平宪法 那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自民党 这个从1955年到现在 这个脉络事实上还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说虽然不是所谓的敬畏分明 不过就是说基本上还是 等于是他们是两挂 那岸田文雄我们都知道 这个他所属的这个派法叫做洪池会 那洪池会基本上是被归类在 所谓的保守本流 换言之就是他是比较是从这个吉田 这些来的 当然他的开山主是池田勇人 池田勇人我们中华民国并不太喜欢他 在60年代的时候 我们老总统经常被他气到七口冒烟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 那个60年代的中华民国跟日本 还有正式关系的时候 那时候有这个所谓周宏庆事件 我们这个念中日关系史应该都知道 那时候的这个池田勇人基本上就提出一个 这个国民所得倍增计划 现在这个名词大概我们的这个听友 这个应该不陌生 为什么因为岸田文雄又把这个重新再拿出来 那所以他基本上他还是这个 透过这个政策去连结他跟这个 这个开山主之间的这个关系 可是池田勇人基本上这个他也是这个 比较属于这种 这个就是重视经济 但是在这个 这种国家的这种发展上面 他并不是像这个 这个岸信介 这个他们这些人 他们这些人比较主张的是这个 Greater Japan 大日本 他们希望大日本再重新归位 他们那一群人 那所以就是说 但是岸田的这个派系 事实上在整个冷战结束之后 在自民党里面 他逐渐的这个 这个失去舞台 所以这个洪池会也分裂啊 这个像比方讲 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古元真一 他们以前在2009年自民党在野的时候 他担任过总裁 可是我经常讲 他是这个跟河野杨平是两个衰鬼啊 就是自民党党史上面 是总裁但不是首相 就是他这个担任首相的时候 他担任总裁的时候 他是在野 那古元基本上也是属于 事实上是跟这个岸田 他们本来都是属于大洪池会 可是现在古元真一 还是维持一个 这个就是说 这个自己的那种 这半独立的 他叫做这个一个group 那他不叫一个派法 他叫一个 等于是一个团体 那所以洪池会 事实上在冷战之后 他分裂了 而且他这个 这个逐渐的这个缩小 那已经30年 这一挂就是 我们讲的这保守本流 30年来没有 没有执政 没有首相 就没有首相 事实上知名党我认为 就是说他虽然一党执政 可是他们有时候这种两挂之间的这种交替 很像西方国家的政党轮替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就是说这个洪池会 就是说池田 这个脉络 把它当成是一个党的话 换句就是所谓的自由党 这个自由党 已经在冷战之后 冷战结束之后 大概就没有执政了 他们上个首相 可能找日本人 可能也不太有多少人可以想起他 特别是这个年轻人 那我研究日本人会记住他 公则喜 他30年了 他这30年来日本从这个 就是说都是由这种主张 Great Japan这挂来领导这个日本 那所以就是说 岸田文雄的上来 当然也有一些媒体的朋友认为 就是说他过去在选举期间 或者准备要出马角逐总裁的时候 似乎讲话也蛮犀利的 那这个对台湾也蛮友善 换言自他 他的友台抗中的色彩 是非常鲜明的 那相对于河野 不过就是说 事实上他跟河野是同挂 因为河野的爸爸 河野杨平 就是洪池会的 那这个 所以那个 那个包括事实上麻生 当然麻生他后来 他应该是比较倾向于这个大日本 不过其实原本麻生 他的外祖父就是 就是吉田茂 所以他本来在 在在整个这个知名党的脉络里面 他是比较倾向于就是 这个自由党他们那一挂的 就是说这个 那那那所以这是岸田上来之后 当然这个他的一百 他在十月四号担任这个一百任的 这第一百代的这个首相 不过这一百代首相 他的任期很短 你看他四号上来 十四号就解散国会 他创下一个就是说 从上台到解散国会最短的 那那那那就是说 他现在事实上是属于看守内阁 那真正的这个岸田内阁 应该是会在三十一号 这个众议院选后 他才会 他才会真的这个启动 所以现在 这有一点点像 这个就是说这个 我们用这个职棒比赛来比喻的话 就是正式比赛 开打之前的热身赛 这些输输盈盈都不算战绩 那真的会列入记录的是在 这个开幕战之后 那那当然这个开幕战会 会在十一月 那那不过就是说 他的内阁会不会在 这个这个就是十一月 换句话说他一百零一代的 这个首相上来之后 他再做一个这个调整 可能也不会大幅的调整 因为他们这个才刚刚这个上任 那那不过就是说 他有些次官他是有调整的 那个比方讲 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副房长 就是对我们台湾 这很好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中山 他他在十月四号 这个岸田上来之后 就把他换掉了 那这个所以就说 他在这个这种 这种外交跟安保政策 他未来会怎么走 那特别就是说 事实上他还有一个 很特殊的这种身份 岸田事实上是出身广岛市 我们都知道1945年8月6号 这是那个被美国原子弹 攻击的这个城市 它是一个原爆城市 原爆城市 事实上包括这个长期在内 他们对于反战 对于反核的这个立场 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那过战后 没有首相是从广岛市出身 有广岛 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洪池会的洪就广 池就池田勇人 池田勇人自己就是广岛人 那包括这个像公泽也是广岛人 那不过就是说广岛市没有 就是这个原爆城市 出来的首相 他是第一个 所以事实上很多人 也非常的关心 就是说未来 他在整个宪法第九条的修改 还有一个就是安倍留下来的课题 就是那时候 这个他 他把简单的做完了 就是这个 这个把那个十加一的安保法 然后包括这个跟美国 重新去这个redefine 这种这个就是这个 那个他们这个美日的这个guidline 重新修了这个guidline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可是有一个东西 事实上这个跟宪法第九条挂得很深 就是专守防卫 那专守防卫 我们的听友如果有兴趣上网 这个你可以到日本防卫省去下载 那个每一年的这个防卫白皮书 那个pdf档那个不用钱 下载之后我们去看就知道 在防卫白皮书里面 事实上这个都会这个 等于是把这个东西列为是 日本防卫政策的一个 不可破的一个规念 换句话说 这个是一个这个基准 那所谓的防 这个他们过去的防卫法制的这个修改 事实上也没有突破所谓的专守防卫 专守防卫的意思就是说 日本智慧队基本上真的只能够 self defense 换言之就是说 如果这个攻击不是发生在日本的领土 领海或领空 智慧队根本没有办法 这个去出动 那所以就是说 但是这个他们现在就是说 在在专守防卫这件事情 他们可能要做一个 重新的定义 因为他们他们现在 这个这个安倍那个时候 事实上就把这个功课给留下来 我答一下 这个因为大家很注意 就是现在 岸田他的整个国防跟安保政策 您刚提到的可能会修改专守防卫 意思就是因为岸田在 总裁选举的辩论的时候 他一直提到日本要发展出 可以攻击对方基地的能力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就是说他当然大家都知道 他指的可能像北韩 如果说北韩明明知道 你有飞弹要来攻击日本的话 可不可以直接就去打 北韩的飞弹基地 类似这样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扩充到 其他的国家跟目标 然后岸田也提出要把日本的国防预算 要增加到GDP的2% 对他们现在很多人都这么主张 他原来只有1% 稍微超过一点点 对现在等于是double就是加倍 这个他如果真的增加国防预算 到那个程度的话 这个意义上也蛮大 你能不能谈一下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智慧队在整个冷战之后 他们逐步的就是说在 他们除了在刚刚我们讲的防卫法治上面 一步一步的去做一些翻修之外 或做一些整备 因为日本是一个很守法的国家 很多的事情要做之前 他们一定先问 这个法律规定是什么 然后日本的对法治的观念 又跟人家不一样 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台湾 我们通常法律没有讲不能做 就是可以做对不对 日本对不起 他们是法律讲可以做的 才可以做 就是说那法律没有讲的 就是不能做 所以他们一定要先把法 跟这个把它准备好 可是安倍基本上这个就是说 这个刚刚我们讲的 对敌基地攻击 这整个是挑战到所谓的 专手防卫的这样的一个基准 而且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来自于宪法第九条 所以事实上如果专手防卫要改 我觉得是蛮困难的 这个如果宪法第九条不改的话 安倍也知道就很难拗 就是说你再怎么样会去这个等于是说文解制 你都没有办法去把现在的这种宪法第九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跟你这个就是说要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因为这个这明显就是说他们还讲先发制人 先发制人就是说在敌人还没有攻击你之前 但是我判断你有这样的意图的时候 那我就采取这个他们日文就是先制攻击 那当然这个事实上也不是这个安倍 这个他这个首创这个风气之先 事实上最早在日本提出来这个是这次总裁选举 他很想可是他没有出来石破帽 石破他曾经担任过防卫大臣 可是他在防卫省还没有建立之前 他就是防卫长官 最早他就是在防卫长官的任内的时候 就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先发制人攻击 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我们在政大国关中心开会 然后有日本防卫研究所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一些研究人员 这个包括他们的这个防卫研究所的这个东亚安全战略 概观的那个team到政大来开会 那时候我我这个奉命了这个做了一个就是说日本防卫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析 我就用石破帽我就那时候我就讲了这石破帽这个他提出了这个对敌基地攻击 这个跟专守防卫 我说他重新的去定义了专守防卫 我说如果这个说得通的话 那专守防卫四个字根本已经形同俱文了 你知道那个那时候在会场我印象很深了 这防卫研究所的这个他们的那个这个主任研究官啊这个就举手啊 他说这个何老师啊这个你你想太多了 他说啊这个石破帽讲的不代表我们的防卫政策 我吓一跳 不是防卫厅长官吗 对啊 可是你看他们那时候的日本官僚 他们这些不管是制服组或者是西装组的这些人多强 就说防卫长官讲的不算啊 他说这个是我们防卫省的政策没有变 换言之就是说你看那个时候这个大概二几年前 这一路这个日本事实上他就是想要这个去改变 这个整个冷战以来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就是来自于宪法对自卫队的限制 不过这个也他有他们的需求 因为他们知道 我们知道就是在冷战结束90年代之后 美国在东亚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老布希当时这个在90年这个冷战一结束的时候 对不对 他提出的这个这个EASR 我们去读的话就知道 一路的美国事实上 他就是战略收缩 可是美国战略收缩的这个状态 美国又要维持他在东亚的存在 这里面如何两全其美 我觉得这个在冷战30年来 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东亚的这个战略 他一直围绕的这样的一个课题 那当然美国在东亚的一个这种安全的这种开展里面 我们也看到这过去美国国防部的前官方 Perry曾经讲 他说他是用所谓的善这个所谓的这种这种这种善行理论 就是美日同盟是善饼 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美国在东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开展的一个基石 那不过就说日本知道就说美国他要 如果说我们用公式现实主义来看的话 就说美国在这个这个东亚 他要找一个这所谓的一个bar capture 他要一个这个换句话说他要卸责 那日本要承担起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所以很多比方讲包括防卫法治的一个修改 甚至于自卫队的转型 这个都来自于美国的要求 不过日本他们现在在盘算的是 我要实际上美国很简单 就是要你日本多花钱 那不管是把这个钱花在你自己身上 或是把这个钱花在我驻日美军的身上 你看以前川普一天到晚追着韩国 也追着日本啊 他要给日本涨价 他本来日本负担20亿 日本说我在盟国里面算最乖的 我是模范生 这个比起韩国 这韩国只付10亿 你看我double 那还有另外一个欧洲这些盟国 我也是模范生 他说我已经负担那么多了 可是我们都知道那时候的这个川普 这个他算盘拨一拨 他说不对不对 他说你还欠我60亿 他要把他涨到80亿 那所以就说美国跟日本 他们五年一签的 这上在奥巴马签的那个美日的这种 这个这种就是说日本去负担 他驻日美军军费的这个协议 现在只是个站点 就是说这个东西未来在这个拜登上来做 还要在 因为他们五年一起 这个在美国希望日本能够花下去的 这个项目里面 你刚才提到 有没有将来有一个项目就是美国希望日本能够发展出中层飞弹 这个中层飞弹是可以对于邻国可以有攻击能力的 包括对于中国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是非常希望在第一岛链的国家都能够这样做 日本有可能这样做吗 当然这个在日本花的钱里面 他们有些还是防御型的 比方这个 这个他们还是这个 这个就是说做飞弹拦截 除了这个 PAC-3之外 对不对 他们还有这个 他们之前在讨论 对不对 到底是海基神盾比较好 还是陆基神盾比较好 那当然现在显然美国要叫你花比较多的钱 你给我买这个海基的这个神盾 他们本来是想说这个比较省钱 然后就在这个什么 这个等于是日本 他的本州的南北两端 这个在三口跟这个秋田那个地方各买一套 那不过这个政策 这个后来在安倍的时候 他就这个可能就推不下去了 这个他们现在可能还是这个 转向于就是用海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神盾的这个系统 那当然这个都是防御型的 可是我们也知道说 日本智慧队事实上 包括我们看到 就是说他的这种 这个他们的这个陆制 陆上智慧队事实上在过去 大概这已经十几年了 走来 他们在逐渐的转移 他们把他们的步兵 逐渐的把它变成是一个 他们叫做水陆机动团 事实上水陆机动团 这也是一个作文比赛 就是他们就是这个 等于是这个美国的叫做 这个我们叫做陆战队 就是说开黑呆 这个在日文里面 本来有陆战队这个词 可是因为陆战队是攻击型的 他们把它变成是一个水陆机动团 那他们这水陆机动团 基本上也是让这些智慧队 这个去跟美军一起联训 然后等于是由美军这个来训练他们 主要在躲倒 反躲倒 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弄这个东西 当时北京也很不爽 问他说你要躲什么岛 对不对 你这个智慧队的话 然后他说没有啊 因为我是怕我的这个西南群岛被某个国家给这个这个躲了 然后我要有能力再把它躲回来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这个等于是他们海志 他们现在这个这个事实上他们就是有轻航母 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加赫就出云级的这个战舰 那他们在甲板的这个这个这个涂装 但我很早之前日本的朋友就跟我讲了 他们要这么做 裹不起来 那个日本朋友显然泄露他们日本国家的机密 然后他那时候这个 我还问他说那个甲板有没有办法承载 他说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那个本来就不是本来就不是只有要给那个直升机 或者是那个那个旋翼机 对他说那个不是要停那个奥斯坡 他们说我们本来就是设计要要可以降那个定制液 他那时候就讲了我们就是要让F35B落在我们的出云级战舰上 可是他说那个甲板的厚度没有问题 但是他说因为这个F35B的这个起降的时候 它的温度极高 所以他说甲板的涂料要改 那他那时候他还很开心的问我说 何老师你认为我们这个涂料技术没有吗 我说你们日本化工这么好 当然是有 然后他那时候他还讲说 这个我们自卫队 这个当然自卫队的这个控制 其实他在洛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 他们要去做这种技术的一个学习 还要去做一个verify 他说这个要旷日费时 可是他说初期的话 我们可以让美军先降在我们的出云级战舰 这现在都做到了对不对 今年我们也看到这美军 等于是借他们一个中队来降落 对那个就降在出云级 现在那个我在好像四年前 日本的朋友就跟我讲这个 那个他显然把他们自卫队的整个计划 通通都跟我讲了 那那那所以就是说 那个日本的自卫队 我觉得他正在从一个 他我们都知道 过去他跟美国之间的分工 就是美军是矛 然后自卫队是盾 可是现在美军这个矛 他他想要缩手 所以日本他要变成是一个 就是攻守俱加 他要既是盾 比方讲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飞弹防御系统 那这个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他也要转型为毛 那所以所以我们可以看 就是说他在整个这个建军备战上面 这个包括事实上在 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时候 有人在讨论就是 这个因为澳洲 这个他也舍弃了传统动力的这个浅舰 这个把法国气到七孔冒烟 那他要一变成是核动力的这个浅舰 那你看这个就是说 这个他们这个 Akos这个集团里面 事实上没有日本 因为当然这里面也有这个日本 自己还没有打开他们的防卫法制 他们这个真的没有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专手防卫这东西还没有打开 事实上他要加入这样的一个多国的 有一点点是像集体安全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味道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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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的话 基本上是有困难 但最重要是他们硬体也跟不上 因为日本他们现在这个 这个就是说他们还是走这个传统的这个 虽然他们所谓的崛气推进那个技术很好 可是那技术也不是自己的 那是瑞典的 那就是说他们现在当然就苍龙级之外 他们又他们又这个有这个这个新的 就是说那个就是说白金级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浅舰比苍龙级还大 那不过就是说他们未来要不要 这个从这种这种柴油动力 然后这个重新去定义什么叫核武 那个因为这个日本有所谓的非核三原则 就是不制造不拥有跟不吸入 不吸入的话事实上是指的是美军 就是不让你带进 所以他们最近也遇到一个一个麻烦 等一下如果有时间 金钦海峡 金钦海峡那个 那个他最宽的大概差不多19公里左右 差不多在18到19公里多到20公里不到 那这个海峡事实上如果按照国际海洋法 他南北两端上日本有北海道跟本州 他可以他可以变成他的内水 internal water 可是他中间就日本在金钦海峡 他上下各自主张三海里的这样一个领海 所以他中间那个水道是公海 这是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组的十艘船 第一次穿过金钦海峡 那这个事实上我觉得 就是说未来的日本 他如果放弃非核三原则 这个才是一个 就是说日本整个在防卫政策上面 他他逐渐的就是说把把自卫队从过去是一个防御型的变成是一个攻击型的 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日本他们也 这个就是说日本事实上他现在自卫队没有没有自主的这种情报的这种征收 方家说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对不对 你有 可是他说敌方基地在哪里 这个东西日本自己有没有 当然日本现在他们用商用卫星自己发射 未来他们还是可以明转军 可是就是说现在的话 就是说美国基本上还是把这个抓在手上 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讲 日本很像盲剑客 就是说他武功高强 可是就是说他是没有眼睛 那日本他们现在可能在未来还要跟美国在协调 然后也要说服自己的民意 就是说有没有办法接受视网膜移植 恢复他的势力 或者日本他们讲一句话是很实际的 他说我们如果转型为攻击型的自卫队 可是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报征收能力的话 他说这个武力是抓在美国的手上 他说那我们变成是美国的拳头 日本人不干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日本事实上安倍做那么多 就是说把这个十加一的法制等等 让日本自己很清楚 有人问我说何老师 那自卫队在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说如果从法律上来看的话 他至今为止还是美军的补充 他现在就是美军的补充 所以他将来有没有办法就是说跟美军 不是脱钩 就是变的是真的是平等的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岸田文雄未来 我觉得除非他能够做得跟安倍一样长 那他如果这个如果不是一个长期政权 我也并不认为岸田有足够的时间 更何况他在给拜登打电 他上来之后给拜登也打了电话 很多人不重视那个电话 可是电话里面有一件事情 我特别提出来 他跟拜登提了 他说他希望美国弃绝核子武器 弃绝核子武器公约美国不签 日本也不签 可是这件事情对广岛跟长期的市民来讲 那个是反弹很大的 因为日本人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受核武攻击的国家 我们我们当然要支持这个岸田也听到了 所以未来岸田该如何的去处理这些这些这些问题 然后在他的自民党里面 跟跟这个这个安倍这些人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这个这个搬亂 那但是又可以跟选区的这个民意可以这个这个来交代 我觉得他很难 我们刚刚提的大概都是军事跟安全的岸田的政策 我想要现在谈另外一个也是同等重要的 就是现在岸田他的经济政策 我们知道安倍刚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在谈他的三支箭 岸田也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口号 叫做这个新日本资本主义 他强调的不单单只是成长还强调分配 那这个分配据说他是受到那个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的 21世纪资本主义的影响 认为现在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导致于分配的不均 你觉得这个所谓分配的政策会在怎么样子是修正过去安倍 以经济成长为主的这个政策吗 他要怎么样来做才能让大家感觉到他的政策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当然那个日本民意对岸田也是有期待的 然后他自己也抛出一个就是说国民所得倍增 国民所得倍增不是说现在整体的GDP还要再向上推一倍 那这个会吓死人 那几乎日本会变成全世界人均国民所得最高的国家 那这个难度当然是几乎不可能 那他讲的这个所谓的所得倍增 我认为他是着眼于刚刚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 他的一个等于是要让整个经济的这个果实能够雨入均灾 那换言之就是在这个分配上面 他们希望这个能够做到这个就是去照顾到这种这种这种等于是中下阶层的他们这些特别是日本的年轻人 那现在事实上各国的政治都很重视年轻人 你看这个韩国马上三月要选举 那现在执政党文在寅被人家骂得最惨的 这年轻人也认为你是骗子 就是他没有履行这个五年前他自己竞选的时候的这些政策 那所以就是说他自己这个岸田他也讲 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做好分配 对不对 然后不能让分配平均的话 他说就没有成长 所以他的这个理念就是说一定要让所有的人 事实上这个我觉得还这有一点点像这个习近平讲的共同富裕 那不过就是说日本毕竟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国家 而且他们很多的的这个东西还是要有法 你也不能够用一个这种就是不管是暗示或民事 叫很多大的财阀好像这口袋的钱就赶快拿出来 对不对 这个他们就做不到 但是说他未来如何的用社会福利政策 用税制的这样的一个改革 然后去达到这种这种这种财富的这个重分配 而且不能够让整个日本的这种企业 他失去他的一个动能 那这个当然是有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难度 特别是讲到税 那反正这个税的话基本上这个你要平均的话 大概从税着手 你要从富人身上去拔毛 可是富人会跑啊 那个像欧洲很多这个他们那种这对富人克税 或是在法人的这个这个这个部分 这个给他克税的话 基本上很多人就跑了 可是日本他们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他们在跟欧洲的这些先进国 这个比较起来的话 这个他们的这个消费税是偏低的 日本过去只有5% 现在买怕10%都很低 所以这个他们过去就是要解决他们的财政赤字 这个财政赤字是从忠贞跟康宏以来 他们就用所谓的赤字预算去推升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动能 因为到了80年代日本渐渐走不动了 因为他们的整个这个经济 这个就就没办法像6070年那种高成长 那所以就是说他们 他们在在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税制上面 要怎么走 现在事实上你看这一次的这个很多的在野党 包括立宪民主党 他们的这种manifesto 他们的竞选公约都提到消费税 他们都主张包括这个就是说像当然日贡也这么提出来 就是跟立宪民主党现在有在野共斗的这个日贡 那他们都提出就是说要把这个消费税得是降回原来的5% 因为消费税是人头税 这里面是不管你的经济力够不够 你买一颗饭团也要被人家这个课税 所以他们就说日本整个税制重新去翻修 但这个我觉得这个工程浩大 特别是说你法人税有没有办法再拉高 可是法人税拉高的话 其实这些这些会造成资金外逃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岸田 他在未来我觉得老百姓有给他掌声 你看这个在民调的时候 他虽然刚开始的民调这个似乎不高 只有50% 那个跟这个刚刚下台的菅义伟刚上台的民调七成 差了两成 那不过就是说他也许有机会开就开低走高 那就是说看他在这个10月底 这个如果他赢了这场选举的话 他未来他在这个等于是个经济政策上面 他如何端出好的这样的一种税制 以及好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福利的一个政策 然后让日本人可以这个感受到 这个他跟安倍的 其实安倍是比较左眼大起义的 我觉得可是这又很怪 这个岸田文雄他们在竞选的时候 他可能也是为了要争取支持 他们被问了一个就是这个COVID-19起来说 这个事实上也在COVID-19之前 大家就这么做 就是货币宽松 对不对 这个就印钞票 是安倍的三支箭最主要就是印钞票 然后还有一个大胆的财政出动 就撒钱 那至于最后那支箭 事实上安倍好像也射不出来 那但是这两招事实上都给这个 这个各国带来很大的这个副作用 你看这个虽然日本还没有走到通膨 那因为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少子化 老人化的一个这个国家 所以他们有他们他们基本上就是说 他们还想这个这个有一点点 这个就是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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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比较温和的这种通膨 对日本的经济还这个算是这个 这比较好他们当时安倍 他是希望能够两趴的通膨 然后但经济成长率三趴 这样的话扣一扣还有一趴 那不过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这个欧美各国都要把这个 这过去这洒出去的钱慢慢收回来 日本要不要收回来 这个在他们总裁选举的时候 也有讨论和也比较负责 和也他是说他主张要逐步的这个等于是去 去去缓速的去把这个货币宽松 这个这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做调整 可是岸田事实上那时候应该是要跟这些大 大企业这个等于是这个这个去争取支持 那些那些经济团体要挺他 因为这些都是安倍的兄弟 那那时候他讲 他说他上台之后还继续维持这个货币宽松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他 他在这个11月 他真的岸田 真正的岸田内阁开始要卷起袖子 做事的时候 他如何的去交代这一些 就是他在竞选时候讲的这些 甚至于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外交安保 他讲的都很都很勇敢 对不对 可是似乎这跟过去他的大洪池会的 这一个理想是违背的 那这里面你怎么样去平衡 我觉得这个岸田文雄 我觉得他的真的挑战是在11月以后 我接下来就是要问 10月31号的这个众议员选举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自民党 仍然是能够获胜 我说的获胜的定义是单独过半 这个可能性高不高 第二个是这一次的31号的获胜 这个对于岸田本身 有没有办法帮他挣脱 这些元老们的影响 尤其他选总裁的时候 喊出来是世代交替 他是受到这些年轻的议员的支持 那你这一次选出来的最后的结果 能不能让这些年轻的人开始都能够上位 这个对他会不会有帮助 当然他们党里面讲这世代交替讲很久了 当然有一个人就成为剑拔 就是二阶 因为二阶是自民党的党史上面干的最久的干事长 他一路几乎安倍当总裁的时候 就把他丢在干事长的位置上面 他做了五年多 那我们都讲看家三年狗都闲 那他远远超过三年了 那狗都很想咬他 那这个就是说 所以那时候事实上也传出 菅义伟这个就是想要用这样子 这个去争取党内 这个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连任 的一个支持 所以那时候他就脑筋动到 这个二阶俊博的身上 他就呆呆的跑去跟他讲 说我要调整这个我们自民党的执行部 要改组对不对那但是最后的话 就是说这改组还没办法完成 说他自己先下台 那那就说当然就自民党 这个未来他们的执行部 他们换血可能换的比较快 因为岸田上海的时候 他就首先承诺就是说 最多你在自民党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执行部里面 就他们的中央党部 你的你的这种主管职 只能够只能够最常跟总裁一任 就三年 而且他说每一年都要重新的去 去再去这个等于是这个去去 去重新的任命 那你说你可以你可以任期一年 然后连任两次 那但是三年满了之后 总裁可以连任 但是你要下台 那这个也让有更多的人 可以这个进入这个自民党的 这样的一个机器里面 那当然这个是讲给 讲给年轻人听的 因为那个时候事实上在总裁选举的时候 岸田文雄基本上 这个他选的算是比较辛苦 的原因也是少壮派刚开始是不支持他 是何也 因为何也当然他比较年轻 而且他向来敢言 然后他也他有点要复制 小泉存一郎的那样一个路线 所以最后小泉的儿子很挺他 认为说你怎么像 你怎么看怎么像我爸爸 你很多想法跟我爸爸一样 那不过他们这些党里面的这些派法 当然一想到 这个扣一字咪 想到小泉都头皮发麻 因为如果这样的一个 这个小泉首相 他又有所谓的这种新版的又出现的话 那自民党这些派系 可能会像上次小泉执政那样子 就是这小泉执政 基本上他最主要的改革 就是要打破这个派法 所以岸田我觉得他打破派法 因为他的权力来自于派法 我们都知道他怎么当选的嘛 对不对 和也才有可能 但是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说我觉得他 他真的我 我认为他的 他一来 我认为他的这个群众魅力有限 你看这个他过去 在这个就是人家调查 就是说这个安倍之后的首相 可能是谁 他会被拿出来 列为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等于是继承的这样的一个名单里面 可是他的民调都排在很后面 那第一个都是河野太郎 对然后不然就时报猫都比他强 对对对对对不对 那那那所以他是没有群众魅力的 虽然他长得 长得算帅了 那个但是他 他他就是没有老百姓的缘 那另外的话 就是说这个这个 他这一次的这个 的选举 我认为他要单独过半 从现在民调 这个在上个礼拜有做一个民调 日本民调还算准 这个那个他 他他他他通常这民调是 是是是不会让人家 这个吓一跳的 就是说这个 就自民党要单独过半 大概不难 但是要要维持现在的席次 现在的席次是276 就是在465席里面 他的现在的席次是是276 这不含跟他联合执政的公民党 公民党他还有29席 加起来大概300出头 那就说这个 自民党你有没有办法去 keep住276 这个数字 那现在当然就是说 在小选举区里面 大概他大概差不多有190个选区 他是维持领先 事实上小选举区190也很强了 因为总共才289 那另外的话就在比例区里面 这个还存在的变数了 就比例代表 那比例代表他 他他他如果再加上100 他如果这个 在小选举区可以有180 190的话 那这比例区基本上 你要选上90席 那那那这个 一般认为就是说 这可能有他的难度 单独过半 应该问题不大 那可是就是说他的席次 有人认为是会掉 那换言之说在野党 在这个未来整个 这个包括立宪民主党 国民民主党 还有共产党 那个可能在在野的 这样一个势力在国会里面 这个 这也许他的这个力量 会有所承扎 那 这是说掉多大的问题 如果他他掉的很大的话 这当然对岸田文雄来讲的话 这当然是不好 这个这个 这等于是你 你一上场主头 第一局就被攻 第一局你就失分了 而且为了 就是说在明年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选举 参议院选举 参议院选举 明年7月 他们叫做夏天的参议院选举 那参议院选举 事实上这个就是说 在过去 就是说 在后冷战以来 你看那个 自民党他要执政 他在众议院 为什么都 他单独过半都没问题 可是他还是要带一个公民党 跟他同床异梦 因为他根本修宪 根本就跟他不同主张 原因就是为了要控制参议院 所以而且参议院事实上 小 那个安倍是福将 安倍上来的时候 这个怎么选怎么赢 他自己都不晓得怎么一回事 可是换了一个人 这个菅义伟的时候 怎么选怎么输 不过菅义伟应该也很哀怨 你看这个他一下台之后 COVID-19在日本就不见了 昨天东京都 一天的染疫人数 剩下19个 这个几乎是 这个整个疫情以来 这个恢复到去年的 那样的一个疫情 刚爆发时候的低点 所以菅义伟真的觉得自己好衰 这个我在的时候 这个疫情大爆炸 我一下来说 日本人到现在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COVID-19不见了 就是说那当然这个事 那就是说 但是明年的参议院选举 我们过去看日本的选举史 就是这个冷战之后 事实上参议院 知名党没有选得很好 甚至于安倍在这个 在2006年第1张首相的时候 他这个时间大概也是一样 就是说他 他是前年9月上来 第二年7月去打这个参议院选战 他就选败了 选败之后 那时候当然他没有马上下台 他改组内阁 改组内阁完之后 突然就宣布 他内阁总是被人家骂到死 这个 当然他说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肠胃 这个是有问题 用那个东西做一理由 不过就是说 我觉得岸田文雄 可不可以变成长期政权 明年这个才是生死交官 就是说这个 就是我们看就是说 众议院当然是会直接的影响到政党轮替 可是参议院的选举 经常是这个就是说 为下一次的众议院选举 是不是有那样的一种苗头 可以这个就是换党换人做做看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战役 所以他那场战役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才是去判断 岸田文雄是长期政权 或者是他还是跟菅义伟一样 是昙花一现 那这个是最主要的关键 好我们后面 还有两三个题目 我想很快的 想要请那个何老师谈一下 就是第一个是 北京现在怎么样看 这个新的首相岸田 尤其是明年是 中日邦交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纪念 那包括习近平能不能去日本访问 这都是在里面 你觉得现在北京会认为 岸田他的可能跟 中国大陆之间的双边关系会是怎么样 当然这个大陆现在对 对日的这个发言 我觉得他还蛮克制的 虽然在这个选举的时候 岸田讲的一些北京听起来 似乎是觉得这个不太欣赏的话 那不过说他没有延迟攻击 我觉得现在大陆对岸田 大概还是听其言观其行 而且他也知道岸田 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样 他是跟跟这个 这个自民党里面 这些大日本这一派 换句话说跟这个 这个安倍这一派是不同挂的 所以他对他未来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 特别是对中外交 中国大陆是希望他再回到自己 这种大洪池汇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基本的原则 换句话说就是叫他再续 整个从吉田茂到池田勇人的 这样的一种 这种日本的这种外交跟安保路线 那不过我觉得他也很难 因为现在这个东亚的局势 也不是冷战的局势 真的改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这个 看到这个大陆的这个 这习近平 他用四个字 他在这个上来之后 事实上这个岸田 也跟各国打电话 当然他这个中国大陆 他也打了 在俄罗斯之后 这个中国大陆打了电话 那个时候这韩国还很紧张 因为这个怎么连中国大陆接到电话 可是这文在寅 这好像电话不通 那个后来他也给韩国打了电话 不过就是说 跟跟习近平通电的时候 习近平用四个字 我觉得这四个字对对岸田文雄 我觉得他道敬对岸田文雄的这种期待 这是他希望岸田文雄重温出新 对那个我觉得这四个字 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大陆基本上 这个对对中日关系 我觉得他不希望中日关系 在美中对立这么尖锐的情况之下 哪怕他不能够把日本 这个往他这边拉过来 但他希望中日关系不要太坏 这个对他稳定周边还是有帮助 我并不认为中国大陆 当然他动作频频 可是他真的就是说 这么希望冲突吗 我认为他也没有这么希望这个冲突 所以中日关系基本上他还是希望 就是明年中日关系建交五十年 他不希望再跟十年前一样 十年前被钓鱼台给搞翻了 这个钓鱼台国有化 然后这个 但那时候是在野党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民主党的时候 那就是说他当然希望 就是说习能够在明年国事访问 甚至于就是他们喊了好久 敲碗敲好久的中日关系的第五份文件 因为这个胡跟江访日的时候 都发表了这个共同声明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习去的话 他绝对不会没有这共同声明 那就是对整个这个中日关系 要重新的定谋 这个是一定的 那那不过就是说对岸田来讲 现在中日这一块还不是的时候 为什么他刚他刚上台 他当然要先把美国先安顿好 所以岸田他除了打电话给拜登之外 他更重要在选举完之后 他马上就要访美 然后访美回来就是明年了 明年的话这个拜登 我觉得如果拜登在明年整个COVID-19 找到方法 这个有一个新的这个防疫观念之后 各国的面对面外交再重新的恢复常态的话 那拜登这个一定要先来日本 那如果拜登不来日本的话 我觉得日本想要欢迎习近平 他大概做不到 这个北京我觉得他也不为难他了 因为这个是美日关系里面对日本来讲 这个是他的这种他要声明大意 所以就说拜登一定要先来 而且就说 就说美日先定调 然后中美也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这个恢复这个首脑会谈 然后双方虽然对立依旧 可是找到方法可以去管理中美关系 那这样的话中日关系基本上习去访日 才不会空手而归 当然这里面在此之前 中国大陆要尽力的去维持局面 就是说这个中日关系 他现在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听到 他对岸田有任何的这种尖锐的这样的一个批评 甚至于就是在菅义伟的时候 那个他们这个包括岸信夫讲了一些很露骨的话 他好像也没有跳起来 也没有这个直接攻击菅义伟 没有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中国大陆 我认为他现在这个对于这个中日关系 跟中包括中韩关系 都有很深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所以事实上日本跟韩国也很聪明 因为这日本的朋友 他们在要改善这个中日关系的时候 他们会问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到底是东京比较需要北京 还是北京比较需要东京 那他们现在日本显然闻到味道 是北京比较需要东京 所以东京也很聪明 那我这样的话 第一个我可以不及 第二我可以代价而辜 然后在这过程里面 我可以要到更多中国大陆可以给我的 这大概是现在整个日本对中外交的一个想法 最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关于台日关系 就是有两个主要的议题 当然一个是台湾最近申请加入CVTPP 原来台湾这边蛮乐观的期待 因为日本现在是当值的主席 而且日本在整个CVTPP的会员国里面 经济体最大的 以目前台日的关系这么好 那很可能可以帮忙台湾能够加入 可是前一生我们看到 那个日本交流协会的那个政务副代表就说了 可能没有这么容易 台湾不要太乐观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之前 我们以前也谈过的 关于日本版的对台关系法 这个事情当然是现在担任防卫大臣的安心服务 那个时候提的案子 我们也看到现在安倍这一边 他推的这个高市早苗 非常的右翼 前一时候在选那个总裁的时候 还跟蔡英文总统通电话的 他是政调会的会长 有没有可能这个 日本版的对台关系法能够进入政调会 然后将来一直到国会 这个也是大家关心的 能不能谈谈这两件事情 不过那个我觉得台湾关系法 我就从后面的问题 台湾关系法根本的一个问题 是牵扯到战后的日本 对旧金山合约第二条的这种立场 那第二条的立场 这个当然最近美国的这个柱青 对不对 那个他也有 他似乎有一点点跟过去 我们知道的美中山公报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们知道 在72年的这个泥州公报的时候 事实上美国似乎把他这个 这个在冷战之初的 这个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把他收起来了 可是这个美国 美国似乎这个 这个现在又似乎把 把这个台湾主权 这到底是不是这个 已经在二战之后 已经确定这个东西 似乎又又把它搬上台面 那当然日本会 日本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面 日本自己也不会冒出头来 那不过日本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他比美国讲的更漂亮 那个日本对于台湾主权的地位是什么 他不是主权未定 他的始终的立场 包括在1972年 日中国交正常化的时候 他都是持这个立场 就是战后台湾 澎湖及其附属岛屿 是日本放弃的领土 其主权归属 日本无权自会 就是日本不能够假 然后他说那主权归属怎么办 他说那在冷战时期要这么讲 他说那就要看这个同盟国 同盟国就是联合国 联合国怎么决定 那这个就是日本的决定 所以当然如果现在联合国里面 真的有办法重新去 去改变这个东西的话 那这当然日本会变 可是在日本还没有变之前 日本不会主动的 所以就是说刚刚 崇伦兄讲的就是说 这个台湾版的这个台湾关系法 这个日本版的这个台湾关系法 我认为这里面这个日本不会 当然他会有一些讨论 事实上那个包括这个 佐藤正九 他之前受这个菅义伟 这个致命弄的一个叫台湾PT小组 那他在这个报告里面 他也有提到台湾关系法 那不过佐藤正九他就自己讲 那个事实上我在这个前些时候 这个参加一个 这美国商会的这个一个视讯 他们也邀了佐藤正九 还有我 我们都在那个视讯会议里面 佐藤正九自己就讲 他说这个台湾PT小组的这个 他有做出这个台湾关系法的建议 可是就如同刚刚崇伦兄 这个你抓到重点 这个根本连政调会都还没有进 他说还没有进入政调会 对不对 那这个自然不会成为 现在日本的这个 这个要立法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认为这个 这个东西应该是要看中美 在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博弈里面 那美国 美国到底怎么顶 那那那那日本才会跟着动 我我我不认为日本自己 会在这个这个问题上面 当那个出头鸟 那因为日本事实上 他在中日关系里面 他在中国的旁边 那事实上这个 像日本的朋友也会这样讲 他说美日同盟 当然对日本现在来讲 是很重要 可是他说中国就在我们旁边 他说中国距离日本太近 美国太远 而且后面还有一句 他说美国总有一天会离开 所以这个就是日本现在的 就是说他在中对中国的关系 所以我经常讲说 日本对中国 他当然百般的 这个这个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因为你那么大 现在又一又那么强 你在我旁边 我当然不舒服啊 就是说他不喜欢中国 可是你说他会不会 会不会想要跟中国真的关系 弄到弄到鱼死网破 我认为他他不会 是日本在对中国关系三位 我经常讲他们的准则很清楚 就是这个 这个无色个人对中国的情感 换句话说 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 日本都要找到能够跟中国交往的方法 这个就是现在日本的对中政策 所以在刚刚我们讲的包括那个CPTPP 这个之前那个 那个佐藤振九 在视讯的时候 那时候蔡总统还没有讲说要加入 所以他当时我问他的 这个那个是在会议里面 我提问的 我就问佐藤振九啊 我就说那台日关系这么好啊 那你们这个日本是不是在 事实上我们知道 日本在台日的这个 这种这个自贸 这个谈判里面 当然在马总统的时候 我们有谈了一个就是台湾跟日本之间的投资的自由化 就投资保障协定 可是这个货帽跟福帽一直没有动 那日本事实上他的这个金产省 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消极 消极倒也不是说他 他他他这个这个政治大小眼 而是他基于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关税的利益 他念之就是说 这是日本他们有时候我们在跟日本谈这个问题 他们向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到现在这么说 你到这个日本的这个这个网站官网 他们的政府的官网 金产省去看他们的那个 就是说自由贸易里面谈到台湾 他们认为台湾跟日本的就自由贸易的 降关税的这样的利益不大了 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台日的这个贸易里面 基本上走WTO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制就够了 这实在是金产税台湾跟日本的贸易的这个 这个签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管是多边或者是双边 事实上从金产省的这种贸易的角度来看 他priority不是那么前面 但政治有另外的 如果说有考虑到政治自然有政治的这个考虑 可是如果说从经济来看的话 现在这个日本 似乎不会想要把这个这个台日的这个自由贸易推得很急 当然他们会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五个五个那个福岛周边五个县的这个这个核灾区食品的这个出口到台湾的这个管制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那时候这左腾还讲了 他说这个这个何老师啊 他说这个不是我们日本不支持啊 或者是支持的问题啊 他说你们台湾没有提出来啊 他把责任推给但蔡总统现在提出来了 提出来之后他们有没有讲支持 国会议员有哦 可是包括岸田 其实听众我们要弄清楚 欢迎跟支持是两件事 他们都只讲欢迎哦 支持这个这个字没有从日本的这个像岸田内阁的人的嘴巴里面吐出来 换言之这个我觉得就是里面还包括这个就是我们台湾自己要准备好很多 就是说这个这个就是说你要市场开放 对不对 特别在农业以及一些制造业还有这种服务业的这些这些这些这个开放我们做好准备 所以光这些准备就要花很长很长的事 所以去日本认为说你们台湾先做好准备 那我看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在讲支不支持 但你你有这个意愿我欢迎 那大概就是现在日本对我们CPTPP的一个观点 非常谢谢今天何诚老师跟我们谈了非常全面的这个日本目前的政局 日本跟中国大陆还有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非常谢谢何老师 也谢谢同仁兄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下次再见 上网搜寻VIP.UDEN.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看更多精彩的报道